游戏串流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早在8年前我们就已经可以用Splashtop在iPad上玩PC游戏了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 游戏串流一直没有办法提供很好的画质和流畅度 延迟的问题也一直存在 最重要的是很多玩家玩游戏可以 可是你别让我搓玻璃玩 手机平板的操作方式是无解的 所以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用上串流和云游戏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普及了5GHz的WiFi信道了 我们家里的路由器也早就已经实现了千兆传输了 带宽问题基本不存在了 我们的iPad也已经用上了120Hz屏 并且今年终于有串流软件支持了120帧传输 流畅度看起来也有戏啊 更重要的是iOS13终于加入了Xbox 和PS4手柄的支持 Mac也加入了sidecar投屏功能 把iPad当成屏幕来用 所以说问题来了 2019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台iPad 当成一块移动电竞屏来打游戏呢? 我们今天就来尝试一下吧 节目的一开始 我就得给你们泼一盆冷水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iPad现在能连上Mac了 就可以当成电竞屏来用了呢? 很抱歉 这个sidecar功能我们实测下来 有点坑爹 虽然连是连上了 显示也显示出来了 但是不要说120Hz了 这恐怕连60Hz都很难满足啊 也就当一个副屏辅助显示罢了 我们试了试在这上面玩CSGO 画面时不时会出现卡顿 游戏根本没有办法流畅的运行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是妄想拿这个玩意儿替代Wallcom数位版画画用的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 在不支持120Hz的情况下 这个sidecar的画画体验可能还不如直接在iPad上画来的舒服啊 至于游戏就更不用说了 那我们怎样才能让这台iPad流畅的串流游戏呢?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叫做Moonlight 一个叫Steam Link Moonlight是一款借助NVIDIA GameStream功能来实现游戏串流的开源软件 它的技术来源于SHIO的游戏机 这个是目前画质和流畅度都是最好的串流方案 当然不用我说你应该明白 这个玩意儿肯定需要你有一张N卡才能用啊 Moonlight在三个月前刚刚加入了120帧的支持 如今又能支持XBOX手柄了 简直就是专为iPad而生的软件啊 而另一个方案Steam Link的话呢 可能不用我说你们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这是目前兼容性最高的串流方案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来试试看啊 首先你需要在App Store里下载Moonlight 这个国区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不需要美区账号 然后有手柄的同学 我们现在要连上XBOX手柄了 打开手柄 按住这个小点点开始配对 然后我们去蓝牙的菜单里面配对上设备 好的 我们的手柄就这样连上了 接下来我们要设置一下电脑端 打开英伟达的GF1 确保你的分享功能是开着的 然后我们到SHIO的选项卡里 开启GameStream 最后确保你的iPad或手机是和这台电脑连在同一个路由器上的 无线或者有线都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Monlight了 如果你的PC设置没有问题 这里应该已经可以显示到了 我们先改一下画质 最高可以选到4K 120帧 马率也可以拉到最高的100Mbps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台很强劲的PC了 反正我也不怕 因为我们的PC也是一台怪物 搭载了i99900K加上 饮食名人堂的2080Ti 并且配备了32G内存 就算要跑4K 120帧 那也是有办法的 除此之外 你的路由器也不能太差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洋垃圾 网界R6300V2 刷了梅林系统 基本上现在只要是一个1000Mbps的路由器 搞定个100Mbps的串流都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为了延迟考虑 你的电脑尽量还是能用网线就用网线 如果实在只能用WiFi的话 也一定要两边都连到5G核子频段 因为2.4G的传输能力确实是有点不够用的 硬件没问题了 我们继续来看设置 底下我们把触屏按键关掉 HEVC编码可以开起来 这个对于画室和流畅度是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就要和PC进行配对了 配对完之后就可以打开游戏了 来开一个地平线4玩玩看 哦 我们的PC端已经开始运行了 一开始进去画面可能还没有设置好 进了主菜单之后就正常了 你看这个设置 果然就算我的屏幕不是4K的 它也给我跑到4K分辨率了 不错不错啊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玩一下看看 啊 这个很好 嗯 这个玩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的顺利 手柄用起来也非常的OK 都是自动设置好的 而且我们以前说串流游戏延迟很淡疼 但是这个玩起来并没有明显的延迟 基本上都是跟手的 串流的时候 手柄操纵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震动 这个在有些游戏里会对手感产生一些影响 但是按键还有线性这些方面都能完美映射 操作起来还算可以吧 反正比起搓玻璃来肯定是强了很多的 不过你们有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两个最大的问题了 第一 iPad不是16比9的 所以说4K分辨率上下两条大黑边 对吧 这个很难受啊 对于iPhone来说也一样 超宽屏左右两条大黑边也不太舒服 第二个问题 你看我们的帧数 说好的120呢 怎么只有60帧了呢? 如果说这是游戏的问题的话 我们切出去看看 你看 这个系统里都不是120 更不要说游戏了 那这个软件不是刚刚说可以选120的吗? 怎么到这里就不行了呢? 这就是Moonlight的愚蠢之处了 你看 Moonlight虽然说支持120帧的串流 但是它要求你先得显示出120Hz才能串120帧 卧槽 我穿120帧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电竞屏的 你现在告诉我 我必须得先有一个电竞屏才能穿120 这不是有病吗? 你说是不是? 所以说 对付这些愚蠢的设定 我们就得想一些聪明的办法了 这台电脑没有装电竞屏 所以输出不了120Hz 对吧? 那我们就想办法 让它假装能输出120Hz 怎么做呢? 平时我们的信号线都是直接一根的 这次我们HDMI和DP都接上 我们同时接两根线到显示器 其中DP是我们正儿八经现在在用的信号线 而另一个HDMI 它虽然接上了显示器 而且显卡也以为它接上了显示器 你看这显示设置里都已经出现两个显示器了 可是实际上它又没接上显示器 因为它没显示出来 这个就叫做薛定谔的显示器 你的电脑只知道这根HDMI线上插着一个屏幕 但是在这个屏幕打开之前 在信号切过去之前 它永远不知道这个屏幕是什么规格的 利用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存在于叠加态的薛定谔显示器进行超频 我们打开英伟达控制面板 选择更改分辨率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两个屏幕了对吧? 我们选择这个薛定谔显示器 然后自定义 创建自定义分辨率 然后来超个屏幕 在这种情况下 哪怕我们选到4K 120Hz都没有问题 甚至我新建一个5K 甚至6K的分辨率 完全没关系 因为这根本没有屏幕给它测试 还能出什么问题呢? 当然再高也没有意义 你也跑不动 而且刚刚我们除了刷新率之外 还谈到了屏幕比例的问题 那我们这里就顺带给它解决了吧 我们创建一个iPad Pro的原生分辨率 我这台11寸的分辨率是2388×1668 120Hz OK 测试一下好像没什么问题 这个分辨率就算是添加进去了 然后我们关掉显示器 再把这根DP线拔了 让HDMI上的薛定谔显示器成为主屏幕 接着再来操作Moonlight 第一件事不要急着进去 我们先把Moonlight的分辨率改回1080P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软件很纯 如果你用4K模式进去 我们就没办法应用我们刚刚新建的iPad分辨率了 然后不管你要玩什么 先在Moonlight里打开一个不会直接进去的游戏 比如说CSGO 它需要你选完服务器才能进去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让CSGO卡在这个界面上 然后干我们自己的事玩我们自己想玩的游戏了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如果你直接从Moonlight进某个游戏的话 在改完自定义分辨率之后 游戏是不会识别的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改分辨率 桌面右键 显示设置 高级显示设置 显示适配器属性 列出所有模式 在这里就能找到我们刚刚新建的iPad原生分辨率了 我们应用一下 现在画面比例已经正常了 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 这个画面其实是有点模糊的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1080P模式下 所以这个2K其实是压成了1080P 再拉伸回2K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先回到iPad桌面一趟 然后等待一段时间再切回来 把分辨率改到4K 这下我们再重连进入Moonlight 画面就正常多了 但是你不能一开始就用4K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你得先用1080P进去之后改成iPad的分辨率 然后再换4K模式 不然就用不成了 虽然说这个过程非常的傻逼 非常的恶心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总算是把这台iPad调教成了一台2388x1668 原生分辨率120Hz的显示器了 终于可以好好地串流 来看看它的效果吧 到底是不是120Hz呢? 跑一个UFOTest完全没问题 这个流畅度妥妥的120Hz啊 那我们就来玩一下地平线4吧 进入游戏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置成iPad Pro的分辨率了 帧数锁在120帧 关闭垂直同步 这一下我们的游戏就能以真120帧运行在iPad上了 这个感觉真是丝滑般流畅啊 玩起来完全没问题 非常的舒服 哎呀 这么好一块电竞屏 用它来玩地平线4 岂不是很爽? 那我们也算是完成这个挑战了 把iPad当成120Hz的电竞屏来串流游戏 也许很麻烦但确实是可行的 不过有的同学肯定还是会担心串流的延迟 对吧? 其实说真的 延迟并不是很高 咱们可以和电视机对比一下 我们有一台LG的B8 也是很不错的电视 和iPad同时连上主机 你看这个串流的延迟 比起电视直连还要再稍微低一点啊 当然了 你不能指望它和电竞屏去比延迟 那肯定是比不过的 但是比电视要低 我觉得已经完全足够了 既然延迟不高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它来试着玩一些竞技游戏 比如说开箱精英 指全球白给 也是120帧 丝滑流畅啊 但是确实 比起传统的电竞显示器来说 iPad还是有点不太跟手的 尝试尝试 白给一下没问题 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了 不仅有iPad Moonlight也可以用刚刚的办法 在iPhone上实现原生分辨率的全面屏串流 配合一个某宝的手柄转接架 你就可以把你的iPhone当成一台英伟达Xio的掌机来玩了 是不是很爽很酷炫呢? 除此之外 安卓也是可以用Moonlight的 甚至还支持一家的90Hz音频 并且安卓的Moonlight支持HDR 画质上还是不错啦 但是安卓版本我们实测延迟高了不少 并且偶尔也会出现连接问题 体验上总体来说是有点不如iOS版的 说了这么久我差点忘了还有用A卡的小伙伴了 那如果你用的是A卡怎么办呢? 很抱歉120帧是和你们无缘了 但是60帧的串流依然是没问题的 这就需要用到我们一开始说的Steam Link了 Steam Link是一个妥协的方案 一方面它目前还不支持120帧的串流 另一方面Steam Link在iOS 13上又有很严重的bug 一用手柄就会闪退 非常难受 不过Steam Link比起Monlight设置起来要更简单一些 跟着鸡胖的流程走就行了 但如果你要以手机平板的原生分辨率运行游戏的话 还是需要重复一遍我们刚刚的操作 创建一个薛定额显示器 搞一个假的分辨率 这样一来也可以用上全面屏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我不是想玩PC游戏呢? 我是想玩PS4游戏 能不能在iPad上串流呢? 也是可以的 你需要去美区App Store下载PS4 Remote Play 然后登录你的PSN账户 设置一下画质 如果你用的是PS4 Pro的话 甚至可以玩1080P 60N 然后确保你的PS4和iPad处于同一个路由器上 最好能给PS4插上网线 那接下来就可以唱完了 PS4的远程控制现在延迟已经做得非常低了 只要不是玩特别竞技性的游戏 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尤其就像P5这种JRPG 根本对手感没有任何的要求 甚至不需要手柄 直接搓玻璃玩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是太适合串流了 iOS串流PS4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 就是在iOS上是不存在XBOX手柄还是PS4手柄这个问题的 所有认证手柄的映射都是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你完全可以用XBOX手柄来玩PS4游戏 完了 我们两个月前刚绿过一次PS4 这下又绿了一次啊 XBOX手柄的手感在我个人看来是比Dosho X4更好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手感来玩PS4的话 就不妨试试PS4 Remote Play吧 会给你带来惊喜的哟 不过话说回来 iPad传流就算延迟再低 肯定还是比不过真正的电竞屏的 但是电竞屏光平好也不够啊 线也要好啊 这就不得不推荐一下菲博尔的DP光纤了 菲博尔Flash144DP光纤采用了DP1.4协议 支持2K165 4K144和8K60Hz传输 真正满足你最硬霸的显示需求 光信号延迟超低 实时传输信息 无电磁无干扰 画面清晰亮丽 而且不需要做屏蔽 意味着线材足够纤细 再加上抗弯光纤随意弯折 走线非常方便 原价368的高端光纤线材 618只需京东半价184元就可以入手了 自乃电竞玩家的理想选择也 如果你还愁天天掉断的话 就赶紧来试一试菲博尔的Flash144DP光纤吧 经过我们今天的测试 我发现现在的串流游戏已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玩意顶多就是个能玩的水平 延迟肯定很大 结果没想到已经优化的和本地游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体验相当的不错 要说缺点的话 软件交互上依然做得不够好 不管是界面也好 设置也好 都有点繁琐 但是我觉得只要游戏运行起来流畅没有问题的话 UI方面的东西反而都是比较好解决的 更不用说5G网络马上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到时候不要说局网串流了 云游戏也会慢慢成为主流的 有朝一日我们不需要PC和游戏机 也能随时随地唱完大作了 而这种新的游戏方式从今天我们的体验来看已经不远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键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极客湾和笔记本店极客湾数码稿 618的活动让利幅度也不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